內銀股近日追落後 供行、建行、金組逆市破頂 當眾大媽資金追入的情況有所轉強 而內銀壞帳的問題都有所舒緩 相信未來一段時間 股價仍然有水位在上 隨著中國主權國債收益跌到十年的低位 十年期中國國債支息跌到2.7% 內地投資者轉向股市尋求穩定的股息回報 上證紅利指數的股息回報是3.6% 相比之下超過5厘的內銀股就顯得吸引得多 內地資金通過胡廣通追入內銀股 根據富稅金融報告顯示 上個星期建行和公行正流入分別達到28.9億和10.8億 分別是港股通正流入榜的第一名和第二名 以過去五個交易日計算 建行和公行的港股通平均正流入 佔日均成交大約是22.9%和23.2% 顯示成交當中有超過兩成的都是大媽資金 由胡廣通開通以來 建行在港股通的累計持倉達到245億 排行第二 較排第一的匯豐相差只是9% 如果資金持續湧入內銀 建行的持倉最快在今個星期或下個星期初就會超過匯豐 另外 內銀股的AH股日價已經進一步收窄 建行和公行的AH差價分別收窄到指有7.06%和4.67% 分析師就認為如果AH股日價跌到0% 內地資金就會停止買入 原本較便宜的本港上市內銀股 內銀股持續向上也有其他原因 之前加息預期降溫 資金自然流入高息股 另外 內銀的業績也不錯 為內銀打響頭炮的招行 雖然公司期內不良貸款相升 但值得留意的是 次季不良貸款率 按季升兩個點指去到1.83% 較去年第三季 第四季和今年首季明顯收窄 其他大型內銀將會在星期四開始公佈業績 分析師就認為其他內銀股的業績 應該和招行差不多 先�� 開始 完成 成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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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